接下来我们来做六连瀑布卡 这里面只装了一个 把那几个片摆一下 一共是六个 然后还有这个机体卡 然后这里呢 注意它是有两条折痕的 两条折痕 如果你不好折的话 有一定 就用了有一定厚度的尺子 或者你用三张银行卡落起来 放在这折一下 然后这里非常重要的一步 一定要看清楚 折过来 先整个折过来 然后每一条痕都再折一下 折的时候要 左右两侧对齐了折 好 再三确定哦 这样是错的 一定要折过来 一定要折过来 折过来以后 在这个上面打上胶水 非常重要 折过来 在这上面打上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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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胶水 凉水 涂好之后 开始往上装这个片 一定要从下往上装 第一步 先沾最下面这一个 我们可以把颜色给它调开 然后第二张 第三张 每贴一张呢都在折衡这儿给它 给它压紧 贴好 第六张 第六张贴上去 转好之后我们手动翻一下 第一张翻翻上去 翻上去之后呢 在这儿再反压一下 第二张翻上去 反压一下 第三张 第四张 第五张 对每张翻上去以后都要反压一下 这样它到时候翻出来会比较顺 顺畅 然后这里呢 同样的找个有一定厚度的 折过来 这边也一样 让它稍微有一定厚度 然后呢 泡上去 泡上去以后呢 贴上 然后这个腰带是可以在这儿 来回活动的 而且可以很顺畅的活动 所以它俩贴的时候可以不用贴这么紧 稍微松一点也可以 最后一步 在最后一个叶片 这里 涂上胶水 大概涂一公分宽就可以 涂上胶水 给它 压过来 让它下面对齐 然后我们来试一下 能顺畅的翻过来 就说明我们做好了 然后到时候固定的时候 在这个腰带上 只能在腰带上涂上胶水 然后给它固定到相册上 注意一定只能在腰带上贴胶水 我们再回去 就像我们一般来 这个腰带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